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竹子 欢迎来到新闻之家频道 那我最近直播的时候啊 很多人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 哎 竹子你有什么APP推荐呀 然后我想要交友啊 我想要约炮呀 我想要找一个S或者M呀 那我怎么能融入你这么个圈子呀 大多都是这些问题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常接触的九款APP 它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那说到APP呢 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探探 它是最早一个是被人熟知的 左右滑屏的一个交友软件 但就我作为一个女生 我的用户体验并不是很好 因为我上完探 就上了探探以后就周边呀 或者是一些不知道从哪来的 一些男生就主动的去跟我打招呼 然后直接就问啊约不约呀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知道我是 因为我的名字叫王竹子嘛 可能知道我是SM圈的 上来就直接什么小母狗小骚货什么的 所以我对探探的感觉并不是很好 如果如果你不充会员的话 普通用户体验感是非常差的 大家且玩且慎重吧 然后就是默默 我觉得默默好早好早好早的 我玩默默的次数很少 因为我感觉默默是一个单纯的约炮软件 里边的用户给人有什么感觉呢 就是特别像快手的用户你知道吗 就那种土嗨土嗨这种感觉 而且呢我觉得它里边的那种大力用户会比较多吧 看完以后我觉得里边的男生就是觉得 我用一句话形容啊就是肥胖有力 没有距离感 第三个就是so 哎呀so 我跟你说真的前一段时间我还下载了so 我其实是很简单我的目的是我进去哪怕花六块钱找个小哥哥陪我聊聊天 结果我进去以后发现是那种语音广告 完了以后我就点进那个直播间就还没聊两句呢就让我刷刷礼物 就是我就感觉就明摆着圈就一点都不含蓄的你至少让我有一点点什么样的体验或者说你知道给我一点什么样的感觉 我才心甘情愿的去刷吧我什么都没有那上来让我去刷点礼物 所以我对so的印象也不是很好 还有呢就是so呢其实它里边就是用户它是没有头像也没有照片它是完全靠声音 就是我觉得至少80%声音好听的人呢就是长相或者是他的身材都是不太近人意的 就是真的 因为之前我也曾经被睡衣骗过就是那种声音哦一听就霸道整裁就那种气氛也就那种睡衣我天哪我就好喜欢就沉沦就脑子没有幻想 那个手指迁细然后长相轮廓很明显然后戴个金丝矿眼镜的那种然后就那种就是那种斯文败类的那种长相 结果我俩一视频我当时就挨我去脸都恨不出溢出屏幕了知道吗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就是理性一点嘛就不要被声音所迷惑我觉得so 哎呀反正因为他没有头像也没有照片他连骗你都不骗你就是我就没有头像你就完全靠声音去吸引对方 那我说如果声音好听的有你来他估计还能还能忽悠到谁 那那种声音不好听的帅哥连忽悠的机会都没有知道吗 所以so我就直接pass我是不建议玩的 然后就积木我真的对积木这个软件是我真的是我跟你说我说到这个我都恨不得砸手机 因为我被盗图所以我才下载了这个积木的软件目的就是为了去举报那些盗图的人 我去跟他们的客服反馈我被盗图然后客服问我你怎么证明那些照片是你的 然后我把我的身份证然后我的自己拍的那张照图的就是时间就圆图截图发给他 他还告诉我你这样也证明不了这个照片是你的 如果你是矮胖群虫儿你自己用不了你自己的照片 但是你想用别人的照片那你就去玩积木为啥呢 因为他们会保护你懂吗 他们会保护盗图的人他们认为你只要在那玩你哪怕你用的是翻冰冰的照片你也是你懂吗 所以我对积木真的是痛恨我就是我是这辈子不可能玩积木的 他去做火的时候是因为他融资融了一笔资金 然后就开始做广告啊去做这些 当时也是他们最顶峰的时候 但后来这个钱烧完了 然后也没有就感觉好像他这个APP也没有就一些实际效益吧 也没有做出一些什么成绩就光有广告 用户光多但其实好像支出跟收入不成正比 然后这后来也没有人给他投资了 慢慢没钱了他们就开始走 感觉像是走那个默默那个直播的路子 但是好像也没做了也没有默默好 然后慢慢的也就没有什么人在里边 玩那些大V也就不玩了 然后那些用户慢慢的也就不玩了 然后说说Liko 最开始它是打着字母圈文化出来的这么一个APP 然后在大家根深蒂固的脑子里边都知道Liko 一说Liko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小众群体的就是SM文化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感觉Niko后来变味道了 有点想洗白 我觉得可能他没有办法洗白 因为Niko一提Niko 大家第一时间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SM圈的东西 我感觉现在有点半调子的状态吧 然后里边的这个女生感觉也不是很多 如果说你要站着男生角度的话 反正你就是进入这个APP 就是有一种那种狼多肉少的感觉吧 反正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然后再说一款需要翻墙才能用的一个软件啊 它要听哪 我觉得翻墙嘛 其实你们都看我视频了呢 翻墙对你们来说应该问题不大 那我感觉这个软件的话呢 它其实属于国外的一个APP了 然后我觉得国外APP跟国内APP的区别就在于 国外APP其实不虚伪 就很直白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特别喜欢就是特别喜欢 然后里边什么约炮啊 调教啊就可以直白的说 也没有什么藏着掖着了 然后我感觉这款APP它属于那种 里边很多那种有留学背景啊 或者学历高的一些人会玩的比较多 但是啊它有个缺点 它除了一线城市以下的 北上广的那些这种地方啊 它二线城市以下的那种用户几乎没有 你们进去也别竞争上脑 因为这里吧有一些那种全国可飞的机 就是叫我们叫高端商务吧 所以骗子特别多 因为高端 所以骗子特别多 然后我们再说的也是一个国外软件 叫Bubble 那这个APP呢 我感觉它用户群体和听得很像吧 它整体的学历呢 就没有听得那么高 它是更偏小众文化一点吧 就是需要女生先发消息 然后给男生 然后这个男生才能去跟这个女生去聊天 所以它其实是有利有弊吧 它优点是它女生用户的话 可能会不会被骚扰 但男生的用户可能会差一点 比如你心仪的女生 然后你想给她发个消息 把她湿沉大海 而且像Tino跟Bubble这两个软件啊 它是需要翻墙才可以玩的软件 如果说你被骗了 你报警你都找不到人 因为这是国外的软件 然后就是我们的西蒙之家 我觉得收了西蒙之家APP哦 我就要说到重点啊 就是西蒙是也是国内最早的 也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个SM主奴交友社区 其实呢 点开西蒙我感觉里面质量还是蛮高的 我觉得我最喜欢西蒙一点是他们就是很坦诚 这也是我为什么跟西蒙合作的原因之一吧 我觉得他们就是哎我搞SM就是搞SM 然后喜欢黄色不是搞搞黄色也就是搞黄色 绝对不是那种遮遮掩掩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的APP呢就上不了价 因为他们就太坦诚了 所以他们上不了价 所以我们呢下载的时候会麻烦一点 可能需要在这个指定的一个链接里边才能下载 而且我觉得西蒙APP里边的女生很多质量很高 这个为啥知道呢 因为我们有线下的一些见面啊什么的 有些女生他们会过来 我都是有看到的 而且我还绑了几个 所以质量很高 那个这些用户呢 就是女孩的用户也蛮会玩的 他们会拍一些那种各种小图片嘛 男生反正看了是肯定受不了那种 我女生看了都很喜欢 而且啊就是在里边找那种S或者M 就是或者长期或者短期的玩伴呢也很多 关键是官方会很用心的去制作一些教程 因为里边很多教程都是我拍的呀 所以我知道呀 大家都知道我玩SM时间那就很久了 十多年了吧 里边就各种项目都是我比较爱玩的 比如说露出啊绳子呀 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还有鞭子呀 然后等等等等 什么SP啊等等等一些项目 都是我在给大家做培训 包括他里边的一些会员 他比如说你进来了啊 我想要尝试一些SM的玩法 但是我不会啊 那该怎么办呢 但西蒙他会告诉来找人教你们玩啊 就找到我呀 所以西蒙算是我觉得 这个分享这些APP里嘛 这个是最有特色的 因为他们找了我 因为我们有线下的教学 我们有线上的教学等等等 我们是一个站在用户角度上 替用户考虑的一个APP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王竹子我在西蒙之家等你 拜拜